好了, 師傅說了這個形勢上 我們就講一下結果 師傅, 你看不看到 這個玄機就是這次選舉的結果 其實是對香港有幫助 還是某些上了年紀的人 他會定性為, 還亂了 所有事情我們都叫一體兩面 很難說選舉結果對整體香港的經濟好還是不好 也不是說原來好像很圓, 說不定沒有說 這是事實來的, 大家選出來有支持聲音, 自然有反對聲音 但現在看來民意上, 甚至乎在掛像上 都似是偏向島政府居多 就算天雷茫茫也好 政府是剋制到下面的人 但這個剋制是硬碰硬的剋制 所以未必是好事來的 所以現在大家說是民主意見居多的情況下 硬碰硬的情況下 所以這件事是不適合今年的實行的 OK, 那就是師傅